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不是讲小朋友会诬告吗 是小朋友不多讲 是这样吗 把责任贵给小朋友 这就是台北市的教育局吗 可恶 不管几个案子 一个案子你也应该马上要处理 要把那个狼狮停止 这一家幼儿园你马上要处理 何况还八个案子 为什么这个幼儿园没有马上停止招生 还让他继续招生 有没有想要吃案 现在全民在怀疑 家长他们要看监视器 教育局说涉及隐私不能看 会帮忙向检方争取 你是在说什么 他自己的孩子的监视器他不能看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你可以不让他流出去 总要让他看吧 我还是觉得说他是为了保护孩子 所以呢 不给家长看 这位我不能接受 因为家长是法定代理人 是他们的监护人 所以他用说 怕这个袋子会给不相干的人看到 那你可以不要流出去就好了 让他们看 拨给他们看 不可以吗 我们再看看 其实在高宏安被起诉以后 柯文哲除了幼儿园的这个狼狮案 柯文哲他必须负责任以外 柯文哲现在深陷是否屠立金华城的问题 这是柯文哲第一个 要接受检验最严重的问题 当然还有北市科等等 台式官等等的这些问题 不过最新的民调指出来 民众党的支持度 掉到只剩下6% 比去年一笔掉了10%之多 换句话讲 柯文哲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你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太太陈佩奇说 台志光的案子 你应该跟 郝龙斌 跟蒋万安 三个人手牵手 到 看守所去 到土城去 这样子 假如 台湾的司法是公正的话 三个人应该手牵手一起去 哇 这句话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你意思是说 现在台湾司法不公正 所以柯文哲不会到土城 如果公正的话 柯文哲就会到土城 你是在替柯文哲承认犯罪是不是 现在大家在问这句话 我也听不懂 陈佩奇你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这都值得大家来探讨 相关的议题 真的值得大家来关心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成绩专家 我们的徐青王 青王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台中市议员 周永宏 永宏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郑助评认员 张艺山 艺山 永哥好 我们的职业律师 黄帝影定 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自身媒体员 陈敏凤 敏凤 永哥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秦卫主 阿祝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看一下狼尸案 讲到这个案子 我又满肚子火 满肚子气 这些小朋友 年纪这么小 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可是仍然有办法去调查的 结果你认为小朋友讲的话 当他们讲了实话 你教育局副局长竟然说 这小朋友可能是误告 这个话你讲得出来 一个小朋友可能乱讲 两个会乱讲 三个会乱讲 最后三十个人都出来讲了 你们还是不好好处理 所以台北市郎尸案的报告 有没有说谎 监视器画面 七天就要变成三十天 到底这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再问 家长陈情竟然回说 无法重启调查 洪婉箴议员说 法规规定要扣一个月的监视器画面 教育局副局长去年说明会说 他只看了七天 就问 春了二十三天才到 这个教育局副局长还讲过 说小朋友可能是误告 这个教育局长 这个教育局副局长不必下台 蒋冠军还在用 这个副局长是从 柯文哲用到现在的 这个是从教育出身的吗 我怀疑 然后呢 黄文珍说 他跟教育局要资料 说现在有十二天 所以现在给的资料说 监视器画面有十二天 那你当时 去年说明为什么 为什么说只有七天 所以蒋是否公然说谎 现在变成十二天 会不会最后变成三十天 所以呢 大家在看 通报二十四案 仅有认定八案 调查时因为有些 又生没来或不愿多讲 而无法承认 拜托啦 教育局长 你的教育是这样教你的吗 你读的幼儿教育学 你读的幼儿相关的心理学 是这样教你的吗 你这个人有资格当教育局长 我也是学教育的 我读的幼儿心理学 我读的这些相关的 跟你读的不太一样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再看 不给家长看完整的监视画面 他说 依儿夫规范不能调阅园内监视剂 所拍被害经过的影像 我听你在放空气 当事人 监护人家长为什么不能看 我怎么样我都想不通 我怎么样我都想不通 所以说他会帮忙争取 请检方开放给家长观看 这一句话 他叫做在推卸责任给检察官 所以检察官应该来办一下 台北市教育局里面 有没有放纵 放纵的话在法律上叫做不作为犯 因为他们的不作为产生 本来 柯文哲的时候有一案 后来变成两案 变成三案 变成几案 一案一案的一直增加 就是因为你们的不作为 让这个事件继续发生 所以换句话讲 看看刑法怎么规定 犯罪发生之结果 你有义务防止而不防止 法律上评价 就等于是做违反 等一下我们这一部分会请我们的电影律师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越看似越生气 而在教育局开记者会胡说八道的时候 楼上教育局在开狼尸记者会 楼下蒋万安 代儿童乐亲子 亲子日 你是三宝爸 你的儿子是宝贝 别人的儿子不是宝贝吗 看个相关报道 北市幼儿园狼尸案持续延烧 民营党市议员简书培就质疑 教育局一共接获了24案 却只认定八案性侵害行为属实 其他16案都显示证据不足 有高达7成的受害学童得吞下园局 三分之二的个案 全部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予认定 讲万安市长说 我们等待司法调查 我们需要司法给我们证据 我们就可以认定 教保条例里面就给各县市政府 能够有行政调查的权利吗 你根本毫无作为 我这个七位 他们并没有来做一些陈述 那有些是陈述的内容 那当然我们的调查小组会做一些判断 台北市教育局澄清 有些是家长不愿回想伤心事 只能以证据不足来处理 但议员也质疑这认定委员会组成 有瑕疵19人里面 家长代表竟然只有一个 家长的声音是非常薄弱 家长的声音非常微小 所以家长的心声 常常容易在这个会议上遭到漠视 教保团体的代表 以及就专家 都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依照这个结构做一些分配 这个其中 这个我们总共是17位的委员 那这个委员人数呢 我们有提报国教署 目前他们最需要的地方 就是要观看完整的监视器画面 市政府他们永远都会说 因为这个母法的规定 又隐私的问题 怕看到其他的孩子 所以不给他们看自己的孩子 这是极其的不合理 今年的部分 因为家长不想要看到片段的内容 想要是诊断的看到 目前也正在跟检察官请求 面对质疑教育局一一澄清值 事件曝光延烧了半个月 如今透过明代和媒体 才让家长慢慢拼凑出答案 所以看到今天教育局的记者会 其实我是从事教育出身的 很多人知道我是律师 其实大家忘记了 我当过小学老师 我是特教的老师 我是学特殊教育的 所以我在小学教了五年 当五年的小学老师 我有从事特殊教育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在教育学里面不是这样教你的 所以怎么来看这件事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教育局 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叫做消极 消极它一定是符合的 第二个层次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是 它到底有没有在护航业者 导致牺牲这些小朋友的权益 所以这两个层次就是大家在看的 台北市教育局的行为 现在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阶段 那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台北市教育局 在整个过程里面 几乎是一路失守 为什么叫一路失守 来 第一个时间点 在2022年7月爆发的时候 本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事情发生了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你停职调查 对不对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2022年当时应该把关的是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因把关而为做好把关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的社会局长周一修 出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已经穷尽一切的能力等等 那你说你穷尽一切能力 我就先问你一件事情 请问你当时对相关当事人 停职调查了没有 这就是问题嘛 因为周一说说穷尽一切之力 可是你怎么会穷尽一切之力 你连规定都没有找到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当时2021年 由教育部直接发到全国去的 这是强化幼儿园的 发生性别事件的通报调查处理机制 这个处理机制里面 我们放大给大家看 其中一项 只要展开调查之后 对相关行为人 教职员工 暂时性停职处分 再讲一次 暂时性停职处分 请问这一份文什么时候发出去的 2021年的时候发出去的 那2021年发出去 那理论上 2022年发生事件的时候 那你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你不是应该给当事人停职吗 请问当时有停职吗 没有 所以第一时间不但没有停职 而且连调查都不够完整 结果导致错失黄金时间 好 错失完黄金时间之后 到了蒋市府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 这整个事情你总应该办完整了吧 结果让大家看到的是 第二个阶段 竟然议员出来办协调会 各位 违法的事情 该依法就办 就依法就办 办协调会 请问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过程中 洪建议议员等于揭发给大家看到 里面有很多让大家觉得这根本有护航业者的嫌疑 那护航业者等同于是牺牲家长跟小朋友的权益 所以在过程中 我们说的这个放水消极 这些看起来都是符合的 好 结果到后来 即便调查出来 确定说 这个真的有这个性侵的事情了之后 台北市政府新闻稿发出来了 结果呢 没有要去提这个幼稚园的单位 请问你都已经确定是他 你又不提他 那你难道不担心有更多人跟他的相关机构 因此让许多小朋友婴儿受害吗 这是第三个 你看到因把关而为把关 后面引发社会观感的反弹就更严重了 为什么 你看到连这一关 台北市政府连手都守不起来 为什么连手都守不起来 讲三件事情 第一个 台北市政府呢 为什么说他手都守不起来 你这整个事情爆发以来 你的教育局长是不是应该扛下来 结果你的教育局长呢 跑去看比赛重要 竟然比这个小朋友问题更重要 所以他的教育局长呢 到现在大家才说 他终于出现了 永哥 他的事情我们已经讨论多久了 我们讨论两个礼拜了 有没有 讨论两个礼拜 讨论三个礼拜 现在这个教育局长终于出现了 之前这件事情 应该教育局长出面而没有出面 这不就是社会观感很糟糕的事情吗 那再来看一个 在这整个事件里面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他的副局长 这个确实跟主持人报告 他还真的就不是念教育的 他是念法文的 所以在整件 法文系 他是念法文系 所以他会讲 他讲出来说 这个小朋友也有可能是诬告啊 这整个话一讲出来 让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重要的一个教育局 副局长的职位 找一个法文系的 讲个难听话 要从事教育那么简单 你要读教育学 你要教育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 儿童心理学 像我们特殊就叫特殊心理学 然后呢 其中单单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像我们特殊心理学 一大堆 然后再加上教育 拜托 教育学理论 我在感觉他在说什么 说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会误告 所以小朋友摆查 小朋友因为 有的小朋友不愿多讲 所以无法承担 你是在说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看了更生气的原因 为什么 来第一个你看 他讲这个话 其实我们这样讲 今天不是说对法文系有不尽 而是说不同的养成教育 你的思考方式就不一样 你念过跟幼儿相关的 跟教育相关的 你自然看到小朋友讲这个话的时候 你会格外去重视 而不是把小朋友的话解读成为说 那个也可能是诬陷 他也可能是弄错 你不会这样讲 这是第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第二个 今天很多人看到说 这个25个案件认定只有8个案件成立 其他的案件都不成立的时候 哇 你知道是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想说 怎么可能会这么离谱 就一看认定委员会里面 竟然只有一个是家长 业者代表都比家长多 业者在认定委员会代表都比家长多 所以大家就在问你 那请问你们认定 这个性侵个案的这个承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到最后25个个案 只有8个个案成立 而且理由竟然还是说 因为小朋友的表达看起来不精准 不完整 这都不是大家听得下去的原因 你应该是一个可以辅导小朋友的人 来让大家把事情 把真相把它兜清楚 怎么到最后 就是因为你认为表达方式的问题 最后结果是25个案例 最后成立了只有8个 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 台北市政府在里面 你有没有失职的地方 你有没有消极的地方 甚至你有没有包庇的地方 对民众来讲 都留下一个接一个的问号 所以我看到这些幼儿园 台中最近又发生意见 台中那一件也极为离谱 所以从台北看到台中有发生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幼儿园 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拜托 大家做老婆老婆 做阿公做阿嬷 这孩子这么可愛 被性侵 你们竟然还掩盖 还掩饰 还护航 护航这个幼儿园 让这个幼儿园继续招生 继续营运 其中还有名义代表 找个律师 开协调会 最后这个律师竟然都是在帮助 做坏事的幼儿园 那个人叫徐晓信 我就明讲 请问你开这个协调会干什么 所以换句话讲 开完协调会 做坏事的幼儿园 继继续做坏事 所以 性侵案继续发生 越来越多 最后不可收拾 才会变成这样 永恒 我觉得看到蒋万安 抱着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画面 我真的觉得 毛骨悚然 台北市这个狼尸 这个案子就是 台北市教育局吃案 就是你蒋万安吃案 你教育局长在那边说谎的时候 你蒋万安在那边什么亲子日 毛骨悚然恶心吃案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光是一个调这个监视器 第一个教育局 台北市教育局就没有做到 本来应该调的 他就说监视器没看到 第二个 他的教育局长 大家不要忘记 蒋万安道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的教育局副局长说 小朋友可能是诬告 如果今天说我们在座各位 去问除了永哥之外 我们去问小朋友 问不出来 因为我们不专业 你教育局总是专业的吧 所以我觉得教育局 这些人真的是关关相互 尤其他们真的就是吃案 真的就是吃案 今天台中有一个案子 也是类似的 但还好台中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性侵案 但它是一个暴力案 就是说基本上有 一个虐童案 对虐童案 虐待儿童的案件 他在7月5号就有一个案子 说家长看到这个 因为学生有淤青 然后掉了录影带 好吧 7月5号有一个案子 然后发现老师有打 打学生 然后教师是自行离职 教育 这个幼稚园没有通报教育局 然后到了7月28号 27号又陆陆续续 有家长发现说 孩子身上有淤青 然后去这个要求看 那个监视器 结果呢 原方不愿意提供 家长才通报1999 通报1999 也到了警察局去报案 关键来了 29号去报案 30号教育局 就直接发了一个新闻稿 台中市教育局 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新闻稿就说 因为29号有 有接受检举 所以就去入园 稽查 然后带回什么 带回有争议的 7月26号那天的监视画面 我请问一下 通常有这种案子 你要把一整个月的 监视器的画面 都留下来 要看 第二个 家长要求说 你至少要调 这14天 就两周内的 监视器的画面 这个是台中市教育局 现在做的也是一样 当然后来 今天这个 我们台中市 有两个议员 张家恩跟那个 江兆国 他们开了记者会之后呢 现在教育局 也比较积极了 当30号有立案 然后有说话 去调监视器 我为什么把台中 这个刚发生 调出来讲 是因为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谁可以管理幼儿园 跟去调 这个监视器 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 他们可以去调 这个监视器之后 谁可以去来询问 这些 幼儿园的小朋友 就不只是询问老师 谁 还是市政府 因为教育局 有专门的人 那这件事情 我们回过头来看 台中市现在是发展中 那台北市呢 从案发到现在 已经多久了 台北市的教育局长 搞不清楚 副局长搞不清楚 还说小朋友会诬告 讲完还搞不清楚 还在那边抱着小朋友 在那边亲子日 真的是毛骨悚然 我觉得讲完不是道歉 再次道歉就好 讲完即日起 应该赶快去追究你教育局 副局长跟局长的责任 讲完应该亲自主持 相关的会议 如果你这样都不做 你就是假掰 你就是吃爱 这个案子其实 单单几个点 我随便讲给大家听 第一个点 做坏事的幼儿园可以直接跟教育局的官员联络 可是拒绝跟家长联络 我单单凭这一点 这官员有没有失职 第二点 一个教育局副局长可以说 小朋友 说他被性侵 可能是误告 可以说这种话 这是学校教你了吗 我发现原来你不是读教育的 不是这样读教育可以当教育局 副局长 多重要的职位 督导各级学校 台北市是有大学 从小学到大学 幼儿园上去都有 还有一个疑点 都已经发生这么多案子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停止他招生不查 还让他继续 成立 变成 来认定他是公托 拧走了2852万的 台北市政府的补助费 当然这个补助费是中央下来 中央给台北市政府的 我要再问 为什么法院要调资料 你教育局跟社会局拒绝提供 一直到 法务局 台北市法务局 发现出问题了 主动跟这两个局长说 你们资料要给 不然到时候法院会来搜索 奇怪法院会来搜索 还有这些资料不给 为什么法务局会知道 也就是法官可能火大了 但是跟你们教育局讲 说不通 跟你们社会局讲 说不通 如果去搜索 台北市政府可能就拔了 这是大事情 所以因为都是法律人 所以告诉法务局说 你先告诉他 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要调资料要给 不要隐藏资料不给 所以 法务局才会告诉他们 搞不好会来搜索 赶快才把资料交给法院 所以才会有 周刊相关的这些资料出来 我要问的是 这样子好吗 这样子是一个 教育局跟社会局 应该有的态度吗 还有周渔修 虽然大家认识很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周渔修是读什么的 社会局局长这么好当 社会局局长要从社会系 社会工作出来的 不是亲亲亲亲亲的人就可以做 所以我这搞不清楚 所以 民俸 只看这几行 我刚讲的这几点 到现在为止 台北市政府没有办法回复 不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离谱 因为我刚好有个朋友 他女儿是 在幼儿园是遭遇类似的情况 那你叫那个小朋友说 说要说得很清楚 有可能吗 不是说我今天有没有学儿福 或是儿童福利或是怎么样 或是学法律人怎么样 小孩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竟然一个大人 你会说这个小孩是在故意诬陷这个嫌犯 我觉得你这个话你也讲得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办法了解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台北市政府 而且监督这个业务的副市长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现 林逸华 林逸华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现 这个当时那个保龄事件的时候 那个林逸华也没有出现 到现在为止 只有李四川对于工程的事情 他肯出面 对于林逸华监管的业务 林逸华通通没有出现 通通在回避 那林逸华是不是学教育的 他不是 他是政治系的 对 但是他爸爸 他爸爸当过教育部次长 他教育局长 他还长期在教育委员会 对 他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是不是教育委员会 至少懂一些 对啊 那你既然你的局长可以讲出这种话 小孩子是要如何诬陷嫌犯 你跟我讲 这整个幼儿园有600多部的影片 然后呢 每个小孩子他那么小 他的陈述的部分 他本来就很难陈述了 然后陈述出来的东西或许有不完整 你竟然说他是在诬陷嫌犯 我觉得这个话你听得下去吗 我真的坦白讲 你是人吗 还是你是官员应该这样做吗 处理这种事情是这样处理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引起大家 非常大的愤怒是这样 你对于受害的小朋友 你竟然指控他是在诬陷别人 我觉得你有没有一点所谓的 我们不要说你是官员或是你是专家 就像你经历身边所有的人 我相信你也听过周遭一两件事情 你就会知道 小孩子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的情况会是多么的困难 你竟然还说他在诬陷别人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你最好 还有副市长监管副市长 你应该出来讲清楚吧 不过我还是很奇怪 为什么不给资料 还要法务局去告诉教育局跟社会局说 资料要给法院 按照法律规定你不能不给 法务局在讲终于给了 法务局为什么会主动出来讲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有在怀疑 我真的是在怀疑 可能有相关的人跟他讲 再不给的话那对不起 不要怪法院去搜索 所以法务局才会告诉教育局跟社会局说 赶快给不给会被搜索 所以换句要讲他们连法院都敢要资料都敢掩盖 这些有够理破 然后就这样子相关的资料不给 还有我也很怕 很多人在怕说创意司法不是有很多这一种影片 有六百多部 有没有被这个家伙 这个狼尸给卖到那里去 或等等 大家也在怀疑 家长现在人心惶惶 出来该拐了 不是 米起来 这些人该负责的人 尤其像那个副局长 他说讲话 我们应该立即就给他撤职了 调职了 你又不是读教育的 讲的都是违背教育的这些理论 所以主角 还有那个科长 副局长 那有点理破的 怎么这样子呢 我们在7月26号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出了调查报告 自己也坦诚说 教育局跟社会局确实有行政疏失 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两个局的相关行政人员送考机会 据说下个礼拜会有惩处的结果 同时市政府也主动把这个案子 移送给监察员调查 也提出了十项的经济方案 但是显然市政府的作为 没有办法让这把火给平息 所以一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的讯息出来 比方说 我觉得教育局在这个当中 确实处理得很慢 像我们的教育局长汤志明 事情发生了这么久 他在8月1号才首次露面 他去参加一个活动 被记者访问到 今天他才正式开记者会 事情发生了这么久 蒋王安也出来道歉 常常都被媒体堵麦 然后副局长也出来讲话 但是讲得不够 周延又说错话 反而酿成更大的风波 蒋王安也请副市长 李毅华组专案小组来调查 社会局长也出面 可是真正主旗正的 教育局汤局长 这一段时间他就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说教育局汤局长 要首先要扛起责任来 那他今天记者会讲的这些案子 又让大家不满意 比如说总共有25个人通报 2022年有一个人通报 就是一个家长 一个案子去通报 2023年有24件去通报 加起来是25件 那这个2022那件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那个加害人也已经受压 到今天没有放出来 2023年就是去年24件的 家长通报的案例 经过市政府组了一个 这个行政调查委员会之后 认定有8件 其他他认为说有7件 是这些家长 在我们行政调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出面接受调查 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说 他们不想再跟这个行政调查 讲很多 因为很伤心也很难堪 他们认为直接跟检察官讲就好了 因为他们对教育局 我讲这句话 我听到的是这样 他们对教育局跟对社会局 完全没信心 因为他们吃案 所以他们就没有跟这个行政调查 做很多的配合 也因此24件家长通报的案子 只有8件被行政调查认定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当然又会引起大家的一些 不满意说 那其他那些家长通报 你们不认定的后续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行政调查这个部分 可能要再去持续 同时也要协助这些家长 他如果不愿意跟社会局 或教育局再对话 那也协助他们直接去面对司法 朱姐其实你也是从事教育 你名义代表当这么久 议员立委都当过 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教育局可以跟 做坏事的幼儿园 什么三七一讲电话通电话 家长要去见他们 拒绝接见 拒绝成 这样子的教育局 这样的社会局 难道不该下台吗 所以他们自己也承认 就是这个行政的过程中 是不够周延 而且有疏失 甚至教育局长还讲说 如果当时这些行政人员 或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感同身受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 更周延的去处理 那现在来讲 就是很多的这个 未来就亡羊补牢了 那个牢要赶快把它补起来 比方说这个家长很多 没有看到这个录影带 当然教育局反映说 那个录影带 它拍到是全部幼稚园的小孩 那如果说有的家长要去看 他会看到很多其他的小孩 所以他们要去请教一下 这个检察官 说这样的录影带 可不可以让所有的家长看 这个其实我无法接受 为什么 因为站在法律的立场 跟教育的立场 我都无法接受